各位冬奥快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2018年度审计的基础班 第二边第八章风险应对 那这一节课被大家讲解第八章剩余的一些考点和经典的习题 那同时也是我们第八章的最后一讲 这一讲请大家一起和我来看第四节实质性程序 这一章节呢其实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考点比较碎 但是好在呢它的脉络性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讲的是第八章关于风险应对 那首先说报表层的风险怎么应对 叫总体应对措施 认定层的风险怎么应对 叫做进一步审计程序 而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又分为 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而展开测试的控制测试 和针对去找那些重大错报的所谓实质性程序 那这一讲我们介绍实质性程序 有关实质性程序这一节的内容 在本章考试当中的重要性没有控制测试那么高 但是其中的考点相对还比较突出 隧道的内容呢难度也不大 那学习的思路依旧是先讲含义和要求 然后讲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考试当中前三个考点的重要性可能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那首先大家和我来看第一个考点 实质性程序的含义和要求 我们反复再说什么叫做实质性程序呢 它指的是用于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的审计程序 说白了就是找重大错报的程序 就称之为实质性程序 而且它又属于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范畴 那它认对的是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所以这个概念不难理解 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 说实质性程序又包括两类 一类呢是叫做细节测试 而另外一类叫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两类的区别在前面的章节当中 比如第三章稍微有一些提及 那本章我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阐述 但是在这里大家至少应该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框架 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对注册会计师的一般要求 说由于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 那这个概念我们在前面说过 说由于成本效率原则 由于事务能力等等诸多个因素 内部控制没有办法提供绝对保证 它只是一个合理保证 那因为这样的一种特性 那无论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也就是说无论高还是无论低 注册会计师这句话 请大家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看 首先他说应当要针对 第二他说是所有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也就是认定实施实质性程序 在这句话当中至少包括了两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 无论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注册会计师的要求都是 应当要执行实质性程序 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那在历史上的真题当中 也曾经针对这句话 考察过若干的情景 比如说注册会计师评估后认为 重大错报风险相对比较低 那进一步就只进行了控制测试 而没有执行实质性程序 那样这样的做法是不适当的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你要注意 虽说是应当 但是这人家没有说所有 人家说的是所有重大类别的认定 所以在这他也强调了重大的概念 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认真去体会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核心考虑 知道了一般要求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特别风险的要求 在第七章我们说过 什么叫做特别风险呢 它指的是重大错报风险当中的佼佼者 那因此应对它的时候 对注册会计师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要求 在这里首先告诉大家 那单选题简答题都经常考得到 有两句话 这两句话我给大家的要求是 我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但是记忆呢 你干巴巴的去背 你理不清楚层次 可能效果也不太好 所以我先带着大家 把这两句话的层次来理解一下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注册会计师在进行风险评估 评估风险之后 我们发现 有些风险是特别风险 那针对这个特别风险 我们在进行风险应对的时候 我们有几种选择呢 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 因为它是特别风险 那所以注册会计师 你说我只做控制测试行不行 大家注意 我们强调过 注册会计师 无论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都应当对所有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施实质性程序 所以根据这个理论 你只做控制测试 是行不通的 这个方案否决掉 那第二种 说我做控制测试 我同时 加实质性程序 这样的方案是否可以呢 注意这个没有问题 这也称之为综合性的方案 所以我做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那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把这个展开 实质性程序当中 我们又知道 它分为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 那这个方案可能有几种呢 第一种 我做控制测试 加细节测试 加实质性分析 这可不可以 这没有问题 这做了全套 当然可以 第二种 我做控制测试 我加细节测试 可不可以呢 没有问题 这也保障了 确实有实质性程序 第三种 我做控制测试 我加实质性分析程序 可不可以呢 也没有问题 在理论上也行得通 因为实质性分析 也属于实质性程序的范畴 随着第二个组合 来又分出三个分子类别 第三种 说我不做控制测试 我只做实质性程序 这可不可以呢 你注意一下 我们说过 说无论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注册快适都应当 对所有重大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施实质性程序 所以是可以的 等我们把这样的情况称之为 仅通过实质性程序 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而没有控制测试 那这个时候方案有几种 我们能想得到的 第一种 细节测试 加实质性分析 做了全套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 说我做细节测试 测试到细枝末节 也没有问题 那第三种 我只做实质性分析 可不可以呢 在这你要注意 行不通 为什么 因为特别风险 而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们说过 它是针对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 针对一种预期 寻找一种规律 寻找一种趋势 它比起细节测试而言 细节测试 它一般来说是更加直指认定的 而分析程序 它毕竟是一种思考 是一种判断 是一种分析的结果 所以在这 只做分析程序 行不通 这张图 说实话 没有什么理解的难度 就是准则的规范 但是脉络性非常强 但是每年在这出题 大家都容易掉在坑里 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地方 你至少关注这么几个考点 第一种 只做控制测试 那是行不通的 这你必须要搞清楚 第二种 我做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这个地方 未必一定要有细节测试 我做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分析 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第三种 一定要知道 这个情形指的是 紧执行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必须要包括细节测试 所以它有一个前提 这是本章学习过的 如果说你把这张图 再扩展到第七章 加第八章的知识 我们现在谈的就是 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 而在第七章 我给大家介绍过 说在风险评估这个阶段 你要不要去了解 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呢 要不要了解 你要注意 这个了解是必须的 此外 那我还告诉过大家一个结论 说你了解之后发现 针对特别风险 根本没有相关的控制 那这样的情况 一定属于一个重大的缺陷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脉络图 你要知道 了解是必须的 测试反而不是必须的 我们要信赖它的时候 我们才去测 那此外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细节测试 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如何去选择和搭配 这张图当中 浓缩了很多的考点 反反复复在这出题 看清楚这张图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这两句原文 说第一句话 说如果认为 评估的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是特别风险 注册会计师应当 专门针对该风险 实施实质性程序 这个结论告诉大家了 必须要有实质性程序 第二种 说如果针对特别风险 仅实施实质性程序 也就告诉你说 没有控制测试 那注册会计师 应当使用细节测试 这是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 或者你将细节测试 和实质性分析 结合使用 也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但是大的前提是 我们仅实施 实质性程序 根据刚才那张图 认真理解 看图说话 换言之 不能仅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再给大家出个档 进去转换 我说我做实质性分析 加控制测试 行不行呢 你注意 那就又行了 为什么 这不叫 仅实实实质性程序 那是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所以真的有点绕 但是呢 你跟着脉络图 把它理清楚 弄明白 然后我尝试 告诉大家 一定要看图说话 你光看这些句子 你理不清楚思路 你光看着我写一遍 那仍然是金老师的 不是你的 所以怎么办 你对着这个图 你自己能把它画出来 然后你对着这张图 你能够看图说话 这样我相信 你是能够学得比较扎实的 我们来利用2008年的一道 多选题巩固一下 说在针对特别风险 计划和实施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 可能采取的做法 也就是说 你工作的方案有几种 第一种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种 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 这个也是可以的 第三种 仅实施控制测试 你注意这个不行 因为要有实质性程序 D 仅实施实质性分析 那这个不行 如果仅实施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必须要有细节测试 所以这道题 答案选择的是A和B 这道题比较基础 但是还真的有点绕 当年的得分率 也不太高 这两年再做这道题 还是有很多同学做不对 所以这道题 大家就必须要按照那个脉络图 精准的去掌握 说完了实质性程序的含义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 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那所谓的性质 我在前面给大家也介绍过 它指的就是用什么程序 这些程序怎么去组合 所以讲的是类型和组合 在前面我们反复也说过 说实质性程序 它包括两类 第一类叫做细节测试 第二类叫做实质性分析 先来说细节测试 什么叫细节测试呢 给你这个含义之后 你可能会大失所望 因为这个名称 就是从这个含义中提炼出来的 没有什么新花样 什么叫细节测试 针对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那所谓的就是认定 针对认定 它的具体细节展开测试 所以称之为细节测试 这个细节可以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你算折旧 那我可以问问你 你具体是怎么算的呢 你算折旧 你具体是中了什么样的公式呢 你这个折旧率净残值 折旧方法是什么呢 我可不可以去重新计算一下呢 我可不可以看着你算一算呢 对于应收账款 你本期新发生了多少 收回了多少 你收回的 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些 你收回的细节 比如说银行的住账单 你新发生的 我能不能函证一下这些细节 向你的客户发函 这不就是所谓的 直指认定的细节吗 所以用的程序 那往往是检查询问观察 函证和重新计算 所以它特别适用于 对认定进行测试 尤其是发生 计价和分摊 以及相关的认定 再来对比看实质性分析 第三章我就给大家 反反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了 分析程序可以用作 风险评估 实质性程序 总体复合 但是在风险评估和 总体复合当中 是应当要使用 在实质性程序当中 是可以使用 而不是强制性的 而实质性分析 它跟细节测试不同点在于 这边是用多种程序 直接测试认定的细节 而这边它研究的是一种 数据之间的关系 通过关系去识别是否存在错报 所以本质上 它是分析程序的一种 它的适用范围 是相对有一定的要求的 第三章给大家说过 什么样的科目 什么样的认定 适用实质性分析呢 我们说在一段时间内 存在可预期的大量交易 你才适合用实质性分析 所以在这儿 大家要把握好 这是实质性分析程序 借着这个机会 大家要跟着我 再去复习一下 要去想一想 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们过去是给大家 怎么去拎这些考点的 我们说过 细节测试 它是针对认定的具体细节 它用的程序 是分析程序以外的那些 而实质性分析 它的落眼点在分析二字上 在这儿女士要注意一下 一提到分析程序 它指的是 数据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而这个数据 我们给大家最初说过 你在考试时 注意不要掉到坑里 它可能是 财务数据与财务数据之间 也可能是财务数据 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 这第三章的知识 综合掌握 此外呢 我们在第三章给大家说过 分析程序 它可以用于风险评估 可以用于总体复合 但这两个是应当要用 而实质性分析 是可以用 是在适用的时候用 你在设计和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的时候 你要考虑四个步骤 四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这四个因素 是大家要重点掌握的 那首先 它对于特定的认定 适用吗 所谓的适用性如何 我一直在说 适用的时候用 好用的时候用 否则我们不用 那什么样的情况 才适用呢 它适用于在一段期间内 存在可预期关系的 大量交易 这时我们才用实质性分析 但这时候我告诉你说 说细节测试 就比实质性分析 更能应对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这个说法对吗 你注意一下 错了 我们说过 好用的时候用它 有些情况下 它也许比细节测试还适用 所以不要一概而论 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错误说法 如果我决定了适用 我要用 那接下来我要想 你给了我数据 我才能做实质性分析 所以我要去想 数据可不可靠 数据的可靠性如何 而且有若干的考虑因素 数据可靠的前提下 我做出的预期值 准不准确 又有一些考虑因素 我要去考虑预期值 再者 考虑完了之后 可以接受的差异额有多大 如何去调查和分析这些差异额 而且这个差异额 我们在第三章说过 要去调查它的全部 在实物工作当中 我们通常利用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来去画这根线 所以你看一下 这是第三章学习过的知识 这个是第八章 给大家又在学习的 所以前后就相互贯通了 而这些考点 一定要前前后后反复的去重复 去熟练 所以借此机会 我给大家要分析了一下 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 它们二者之间不同 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呢 它是去测试具体认定的细节 在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程序 就是运用检查 而运用检查程序 我们在前面反复给大家强调 你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细节测试的方向 这个其实在第三章 我也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在讲 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我们介绍相关性的时候 就特别说 细节测试的方向 会影响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还是要和第三章 结合好把握好 所谓顺所谓逆 我在前面说过 不要死敬备 顺者会计作账的方向 那就叫顺 逆者会计作账的方向 那就叫逆 所以会计作账 先有实务 先有凭证 然后产生账簿 那因此这个方向 称之为顺查 逆者会计作账的方向 从账簿到实务到凭证 那这样就称之为逆查 顺查和逆查 应对的风险和认定就不一样 顺查 如果你背下来 它应对低估 针对完整性 逆查 应对高估 针对存在和发生 但你说我不想背 我要去理解 怎么去理解呢 那我说过 从凭证查到账簿 你的思路是什么 所有凭证都入账了吗 那指的是账上是否完整 那因此查的是低估和完整性 逆查 从账簿出发 所有记在账上的 都有真实的凭证支持吗 所以他查的是高估 是是否存在和发生 所以我给你提供了若干种方法 无论你说我死境被 我熟能生巧 还是说我通过理解和中文的语言习惯 这个考点必须要掌握家实 此外在这里 我想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 在考试当中 基本上每年单选也好 简达也好 综合题也好 考察这的概率非常高 专业阶段考完 综合阶段继续考 大家必须要掌握一点是什么 方向在这里 考试当中有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 以什么什么为起点 追查制 那这些是一些关键词 是细节测试的方向 如果考试当中出现了这些词汇 或者说注册会计师抽取了什么什么什么进行检查 这样的词都是在提示你去关注细节测试的方向 你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顺查逆查高估低估他写错了 所以这所说的解题思路一定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道模拟题 说注册会计师对相关认定获取审计证据的时候 以下各项能够实现具体审计目标的有 A 选取固定资产的实物追查至记账凭证 从实物查到凭证 那先有实物再有凭证 这个叫做顺查 顺查它针对的是完整性 那因此你说存在那就错了 或者你用逻辑分析 说你看到了实物再去查账 那指的是这个实物它入账了吗 账里有没有遗漏这个实物呢 那因此它查的是低估 那低估针对的是完整性 而不是存在 递选项 从预计负债明细账 那先有账 再去追查至相关的原始凭证 这个叫做逆查 逆查你就知道了 它针对的是存在 是高估 而不是完整性 你用逻辑分析 说账上记得预计负债 都有凭证的支持吗 它查的是账上的预计负债 都真实存在吗 而不是完整性 所以B选项是错的 C 从债务形成的供应商发票等原始凭证出发 你看 从原始凭证出发 检查到相关的单据 或者相关的记账凭证 获得的是什么 付款相关的完整性的证据 那这个是从正出发 查到账 它是顺查 查的是完整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 从营业收入明细账 追查至发运凭证 从账出发查到正 它指的是逆查 那逆查针对的是发生 是高估 那因此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道题错误的选项 那应该是A和B 如果让你选择说能实现目标的 那就是C和D 所以这道题目当中 如果出现一些 比如抽屏检查呀 抽盘啊 选取什么什么为起点 追查至这些字眼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细节测试的方向和起点 选择的是否正确 这是我们说的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重点要学习的就是细节测试的方向 接下来掌握的是实质性程序的时间 这个呢大家要和控制测试实施的时间相对比 我们说控制测试 它在期中实施往往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那相比于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在期中去实施 我们说过 后续期间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动 它远不如控制测试放在期中更积极 那同样 以前年度获得的控制测试的证据 以上可考虑对本期是否相关 而实质性程序在以前获得的证据同理 它会更严格更苛刻 所以大体的方向是这样的 这个方向大家先掌握好 那思路还是两条路 第一个 考虑在期中实施 实质性程序 你特别要去权衡一下 审计资源的耗费和审计的效率 我们说过 它不像控制测试 拥有那么积极的作用 因为实质性程序是找错报的 这些错报 后面背后是认定和金额 而认定和金额从期中到期末 发生着千变万化 不像控制它是均一稳定 一贯执行的 它具有同质性 所以你在考虑的时候 要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控制环境和其他相关的控制 如果说控制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好 那你在期中做实质性程序 可能还能够满足成本效率原则 反之的话 你尽量在期末或者接近期末 第二 实施实质性程序所需的信息 在期中之后的可获得性 这什么意思呢 说有些证据它就在期中有 你还非要等到期末 那没有必要 你在期中先把它获得 也许期末之后就没有了 有些证据它必须来自于期末 比如说存货监盘 你必须到期末 你期中人家不监盘 再比如说 收入的截止性测试 它针对的就是资产负债表 日前后若干天 你到期中去实施没有意义 再比如说 可能有些预计负债 到了期末才有进展 你在期中执行半天 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此外 实质性程序的目的 你到底针对的是什么科目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说过 在前面就讲过 说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或者说报表层有风险的时候 我更加倾向于 在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去实施实质性程序 此外 特定类别交易 或者账户余额 以及相关认定的性质 这个你要注意 不同的认定 不同的科目 它性质不同 那你能够获得的证据的 试点就不一样 刚给大家说过 那可能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针对整个期间 你在期中可以测一部分 而营业收入的截止认定 它就在期末 或者存货的存在认定 它进行键盘就在期末 那认定的性质就决定了 你这个时间 要相应的随之进行匹配和调整 此外 在剩余期间 能否通过实施 第一点 实质性程序 或者第二点 将实质性程序和控制测试相结合 然后降低期末存在错报 而未被发现的风险 也就是说 你能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怎么获取呢 你前面期中测了 剩余期间 你要做实质性程序 或者实质性程序和控制测试相结合 你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好了 以上六点 大家跟着我要过一遍 每一项在说什么 至少你要理解 比如说什么叫做可获得性呢 为什么要考虑认定的性质呢 你通过举的案例要去理解 这里有可能会考多项选择题 那期中有了证据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将其中的证据合理延伸至期末 这里多选题简答题都经常考察到 那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 剩余期间实施进一步实质性程序 第二种 将实质性程序和控制测试 相互结合使用 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那两种方案都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 这儿没有说 剩余期间仅实施控制测试 它强调的是 实质性程序或者二者结合 针对特别风险 一般来说 到期中 研制到期末 通常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 在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实施实质性程序 那这点本质上 不也就考虑的是 重大错暴风险 对时间的影响吗 特别风险 不就是重大错暴风险中的佼佼者 需要特别考虑的 重大错暴风险吗 那如果有特别风险 我们要考虑的是 期末或者接近期末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的 逻辑体系内 也是一贯联系的 但在这儿 大家要注意细节 考试又给你改了 说应当在期末之后 那这个说法是错的 人家说的是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而不是应当在期末之后 所以要注重细节 来看一道多选的模拟题 共估一下 说下里有关于 实质性程序时间的说法中 注册快捷是认为 错误的有 A 如果识别出 管理层凌驾于 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 那你要注意 这个是一个特别风险 针对特别风险 你在实施 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你考虑是期末 或接近期末 而不是期中 所以这个需要一次推导 B选项 评估的认定层次 重大错暴风险越高 越应当考虑 在期中实施 审计程序 这个错了 考虑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C 由于未决诉讼 认定的特殊性质 应当在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实施实质性程序 我们说过 未决诉讼 你在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能够获得有关 进展的最新消息 甚至有些信息 它是来自于期末之后的 但是我们说 你如果在期中 那这个案件 还没有结案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性质 考虑了可获得性 或者相关认定的特征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这是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我们学到后续 我还要给大家去讲 在日后事项 我们要去执行什么样的程序 其中有些内容 是和未决诉讼相关的 D 说如果在期中 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注册会计师 应当针对剩余期间 实施控制测试 将结论合理延伸至期末 这个错了 我们说过 两个方案的选择 第一个 实质性程序 第二个 实质性程序 加控制测试 结合使用 但是没有说 应当要做控制测试 所以这道题 应该选择的是 A B D三个选项 针对这道题目呢 选项A 选项B和选项D 都是比较经典的结论 大家要认真把握 比如说选项A当中 如果是特别风险 那你将期中延伸到期末 通常是无效的 你要考虑在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因为本身 你出具审计报告 你针对的那个时点 你看审计报告 它如何去进行措辞呢 跟我们针对的是 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它指的是相关资产负债的情况 但你要这注意 它不是期末之后 它是期末或接近期末 这样一个概念 B 如果说你评估的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风险越高 你还是考虑 集中于期末实施 而不要在期中 你期中实施完了 期中到期末的剩余期间 发生舞弊 风险特别高 又产生大量错报 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 选项D 你要注意方案 有两种 一个是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或者实施实质性程序 所以这道题目 相对来说比较经典 大家要举一反三 再来看2013年的单项选择题 下里有关于实质性程序 时间安排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应对舞弊风险的实质性程序 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实施 舞弊风险 大家注意是特别风险 针对特别风险 你先推导出是特别风险 然后人家告诉你说 针对特别风险的 应当在期末或接近期末 是期末之后吗 不是 这是我上课说过的 常常给你挖坑的地方 B 针对账户预额的实质性程序 应当 在接近资产负债表日实施 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我们说过 要按照具体情况 具体判断 不是说应当在接近资产负债表日 而是你要去考虑若干个因素 到底在期中还是在期末 所以B要运用判断 C 实质性程序应当 在控制测试完成后实施 我们说过 控制测试 有时候测 有时候不测 你说一定要在控制测试之后完成 那有些情况下 根本无需进行控制测试 所以C选项也是错的 D 实质性程序的时间安排 受到被审计单位 控制环境的影响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考虑素之一 所以这四个选项 相对来说有点刁钻 此外呢 再给大家提供一个解题的思路 比如说针对C选项 我们给大家说过 说如果你在期中执行程序 合理延伸到期末 方案有两种 一种实质性程序 一种实质性程序 和控制测试结合使用 所以本质上你说 一先一后 也没有这样的安排 此外有些情况 控制测试也不需要做 所以这道题选择正确的 应该是D选项 ABC都有些问题 这道题目呢 其实很多个陷阱 而且在里面考了很多地方 比如应当啊 还是可以啊 这些应当的说法 是否正确 所以它是一道典型的 辨析应当 和可以的立体 所谓考虑应当还是可以呢 其实很多同学会跟我吐槽 说这种题觉得审计 咬文嚼字 偷字眼 但是我想说的是 应当代表注册会议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以是赋予你一种选择 这个在实物工作当中 力度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监管机构来检查你 你应当做的程序没有做 那是你工作的疏忽 而如果说准则告诉你可以执行 你没有执行 那是你自己的职业判断 所以对于你的影响 对于审计程序的影响截然不同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吐槽 说应当可以再扣字眼 他考察的是注册会计师 对于分寸的把握 你是不是一个懂分寸的注快 对于审计程序力度的把握 你能不能够精准的理解 每项程序给你提出的要求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度 那接下来考虑完第一条路 第一条路我们讲的是 如何去考虑在期中的证据 合理延伸到期末 那第二条路和控制测试一样 所以我说这一张股价性特别明显 你学好这个股价 你这个思路就会很清楚 我们再考虑的就是 以前审计中获取的证据 给大家说过了 说期中的想要延伸到期末 都这么难 但以前的隔了好几年了 你就别想了 通常情况下 证据的效力很弱 或者根本没有证据效力 它根本不足以去应对 本期的重大挫保风险 只有说以前获取的证据 相关的事项 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那以前的证据才能够用作本期 但是即便如此 你想要利用以前的证据 应当在本期实施审计程序 以确定证据是否具有持续相关性 好 这三句话我给你读了一遍 可能你的理解还是不是很深 我通过举例的方式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说A注册会计师 审计甲级通级公司 这是一个连续审计项目 比如说本期2017年 上期2016年 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是 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证据 比如说2016年获取的 它在2017年还能够继续用吗 我们要考虑的是 通常情况下 这个证据的效率 它是很弱的 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呢 我要去考虑 这些证据 与我们本期是否还具有持续的相关性 那你想想 如果没有 那你不用想了 以前的东西到本期 早就已经沧海桑田 千变万化了 那你还用以前的吗 不现实 通常都没有什么证据效率了 但如果你说持续相关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有 比如说假公司 在2016年 何以公司 有一项诉讼 如果有这项诉讼 这项诉讼是一个长期未解的案件 一拖拖了五年 有没有可能 那我在去年获得了一些证据 与这个诉讼相关 本期没有任何的进展 我们认为说 上期的证据与本期还持续相关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或许在本期还可以用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相关还是不相关 不是你自己拍脑门决定的 你要决定它相关 你也要去执行程序 来确认它是否持续相关 你说我想用去年的诉讼的证据 我本年想接着用 你说没有什么任何的进展 你怎么知道没有任何进展呢 你做了程序了吗 所以你还要补充一个程序 要确定说去年的证据 确实到今年案件的结果 没有任何进展 与本期仍然持续相关 所以在这儿 大家要听懂 所以大的方向 大的方针 就是很苛刻 尽量都不能用 如果你想用 你还要做程序 也验证说 以前的证据与本期持续相关 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举例个例子 这考试是可以考的 那历年整体当中 也在这个地方曾经出过题 我给大家举例的方式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演练一下 比如说 说A注册会计师 审计甲集团有限公司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说本期审计的是2017年 2016年 说甲公司 它有一项 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实股比例40% 派驻了一名董事 这叫做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应该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的核算范围 告诉你说 说在2016年 这项甲对乙的长期股权投资 已经全额计提了 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那全额减值 账面金额就是零 在2017年 这项减值的金额 仍然为零 那因此注册会计师 没有执行任何的程序 直接用去年的程序 可不可以 很多人说说可以啊 说这个去年 全都减值到零了 今年还是零 那去年的证据 今年继续用不就行了吗 在这儿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 你想用以前的 你要考虑什么 以前的审计证据 是否与本期 还具有持续的相关性 那大家都说 说都减值到零了 还能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大家在学 权益法核算的时候 我其实曾经 给大家说过这一点 权益法 它有可能发生超额亏损的 如果有超额亏损 你减到零就完事了吗 我们在会计上会说 你除了把成绩股权投资 减计为零 如果你对它 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应收款项 你还要去充减 再进一步 你要承担了一些义务 你要具体预计复战 那最不计的 这些如果都没有 你还要账外 去做账外的备查登记 那反之超额亏损恢复的时候 按照这个顺序 反正进行恢复 所以你就知道 即便权额减到零 这个权益法 还是有一些情况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所以你仅仅评价说 去年全额减到零 今年就不做程序 你没有进行 说去年的证据 是否与本期 持续相关性的验证 那这个做法 就是不适当的 所以这第一个例子 这曾经考试出过题的 第二个 比如说2016年 假公司有一批存货 在年末的时候 我们已经全额 计提了存货的跌价 因此账面金额为零 到了2017年 由于这个存货的价值 仍然为零 那著作快认为说 说去年的证据 仍然与本期持续相关 我继续使用去年的行刑 你要注意一下 你真的要想想 只是因为金额为零 余额为变动 你就认为持续相关吗 你还是要做程序 去验证说去年的和本期 真的持续相关 为什么 你计提了跌价之后 这个跌价 有没有可能发生 转回的迹象呢 这些情况你了解了吗 所以如果你仅评价 余额为零 就继续用去年的 这也不适当 所以这两个例子 都在说什么 你想用以前的 难上加难 考题当中 一旦非常轻易的 就用了以前年度的 实质性程序的证据 你必须要去考虑 它该做的程序 有没有做足 所以通过这两个例题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如果考试考到了 应该是在这个难度水平上的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 学审计的时候 你不能光看这些原文 你读了很多遍 考试一出来 你根本都对应不到 这个考点上 所以平时举的例子 要认真的把握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时间 接下来 我再来说第四个考点 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这个范围呢 可能会考多选题 但比较简单 考虑的因素就两点 第一点 评估的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 那自然风险越高 所执行 实质性程序的范围应该越广 第二点 实施控制测试的结果 那这个在前面反复再说 为什么要做控制测试 如果控制测试 你信赖它 而且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那我们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就可以适当的缩减 所以在这儿 应该是考虑因素之一 所以你看到审计呢 逻辑性非常严密 前面讲过的东西 到这儿 后面真的不会忘 所以你有的时候学审计 学着学着就感觉出来 这一门语言 这一门外语 这本天书 它内在还是有种逻辑的美感的 学审计 我觉得非常培养一个人的 逻辑思维能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的单选题 说下里有关于 实质性程序的说法中 让我们选择正确的 A 说注册会计师应当 针对所有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施实质性程序 这个是我上课强调的内容 不是所有 而是所有重大 所以在这儿 你千万不要以偏盖权 所以这种题 它真的要非常细心 B 说注册会计师 针对认定层次的特别风险 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应当包括实质性分析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或者你把细节测试 加实质性分析 一起用也可以 但你只做实质性分析 那是不行的 C 如果在期中 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注册会计师 应当对剩余期间 实施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 如果你想把期中延伸到期末 选择有两个 第一个 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第二个 只做实质性程序 而不是说 应当对剩余期间 实施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这个方案的选择 也是以偏概全 D 说注册会计师 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应当包括 将财务报表 与其所依据的会计记录 进行核对 或者调整的过程 这个没有问题 我在前面反复给大家讲 你检查的过程当中 你会计记录是怎么记录的 你这个会计记录 和你的财务报表 彼此之间 有没有进行核对一致 所以D选项 是正确的说法 这道题正确的 应该选择的是D ABC的三个说法呢 相对来说 也都是比较典型的错误 其实今年一改变 继续考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要认真把握好 那接下来 其实在第八章 我给大家在开篇时候就说过 这么多年 考的题主要类型呢 还是说单选 多选 但是也不排除考过简达 比如2015年 曾经考过这一道题目 于是能把这道题 还是放在讲义当中 我们继续来训练一下 一旦考在第八章 那个简答题 你来体会一下 这个特点 解题方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 说ABC会计事务所 负责审计 假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部分内容 摘录如下 第一项 说因为被投资单位 一个联营企业 资不抵债 2014年度 对一项金额重大的长期股权投资 全额计题 减值准备 2015年末 该项投资和减值准备的余额 未发生变化 再次就告诉你说 余额没变 那于是不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这说法对吗 我们其实给大家说过 你去年获取了证据了 今年余额虽然没有变 但是情况真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 你去年的证据与本期还持续相关吗 我给大家举过一些例子 比如说超额亏损 比如说存货 那个跌价要不要转回 都是类似的情况 所以第一种情况下 它不实施程序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所以当你想用以前的时候 尤其在实质性程序当中 你一定要绷紧那根神经 这个证据的有效性 这个效力相对来说是很弱的 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 所以第一个选项说法是错的 B 说在识别假公司管理层 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诉讼事项时 审计项目组根据管理层提供的诉讼事项清单 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 未发现明显异常 这在说什么 你在检查的目标 是有没有他没向你披露的 他现在给你的是什么 是给你一份诉讼事项清单 是我们今年就这五个官司 然后请您看一下 你把这五个清单 上面的五个官司 相关的合同 法院的判决 仔仔细细的翻了个底朝天 每个字都拿放大镜 看了半天 但是你能达到你的测试目标吗 他给你的就这五个 你在这五个中反反复复去查 你能查到没披露的吗 所以这个事项 叫做骑驴找驴 这个做法是不适当的 他考的是细节测试的方向 那你说不适当怎么写理由呢 你从诉讼清单中 去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 没有办法发现 诉讼事项的低估 或者说遗漏 这个方向不正确 所以这第二问 第三问 假公司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存在特别风险 在这你必须要低方向 是特别风险 有一系列特殊的规定 相关控制在2014年度测试有效 本年未发生变化 项目组决定继续信赖 并依赖了上年获取的 有关这些控制运行有效性的证据 别管本年变还是没变 如果一项控制 它旨在减轻特别风险 那所有的证据必须来自于本年 这是我反复强调的重要考虑 第四题 审计项目组 你信赖与固定资产 折旧计题相关的 自动化应用控制 现在的实务中绝大多数企业 不用自己在手工去算 固定资产的折旧了 一般来说财务信息当中 你输入原值 输入这个折旧年限残值率 它会利用公式 来自动化给你算出来 这些控制在上一年度的测试 结果满意 那我怎么获取今年 仍然有效的证据呢 如果说应用控制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这告诉你了 未发生变化 那它的基础 如果依然是有效的 我就认为它 是能够一贯运行的 所以重点测试 应该是一般控制 所以在这儿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这个考察的是应用控制的 信息化技术相关控制的 内在一贯性 第五问 说审计项目组认为 假公司存在低估负债的 特别风险 在了解相关控制之后 未信赖这些控制 我问大家不了解行不行 前面总结过 不了解行不通 但是了解之后 不信赖行不行 没有问题 比如说 它根本就没有控制 或者有控制没执行 那不就不信赖吗 那不信赖还做控制测试吗 无需执行了 直接实施什么 细节测试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这叫做 仅实施实质性程序 其中必须包括细节测试 如果只有告诉你说 直接实施了实质性分析 那这个做法就不适当 如果仅包括实质性程序 那必须要有细节测试 所以第五问 这个短小精悍 但是考点呢 还是比较明确的 涉及到了好几个 比如了解测试 还有后续实质性程序 怎么安排的问题 第六问 假公司使用存货 库龄等信息测算 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审计项目组 你信赖与库龄记录 相关的内控 通过穿行测试 测试了相关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为大家反复强调过 了解内部控制和穿行测试彼此配对 控制测试和重新执行彼此配对 而穿行测试是了解内控的程序 它解决的是设计和执行的问题 而不能解决运行有效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305升 反复在强调的考点 好了 以上六问要求是 是否适当 如果不是当 请你简要说明理由 逐个来看 第一问是存在不当之处的 如果想要利用以前年度的 你需要去执行本期当中的程序 来确定 对该项股权投资的减值的证据 是否具有持续相关性 背后的原理 我也通过举例的方式跟你介绍了 第二个 存在不当之处 诉讼事项的清单 无法查明披露不完整的诉讼事项 你这个方向有问题 第三个 由于相关控制是旨在减轻 特别风险的控制 审计项目组应当 在当年去测试 相关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或者你说 所有的审计证据 必须来自于当年 也能够得分 第四问和第五问 不存在不当之处 第六问 穿行测试不能够 为控制运行的有效性提供证据 或者你说 你说穿行测试 它是为了去测试被审计单位的相关控制 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设计 以及是否得到执行 而不能够得出运行是否有效的审计证据 如果想要测试内部控制运行是否有效 应当实施的叫做控制测试 而不是穿行测试 好了 这六问 应该来说整体难度适中 所以这道题目呢 是这一章节 有关于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考察了若干要点的一个题目 大家可以体会得到 说这道简答题或者综合题当中 考到本章的内容 更多的重点在于理论知识和准则要求 不太会涉及到过多的实物判断 这道题就特别明显 让你判断实物的内容不太多 重点是理论的运用 所以大家在学习本章的时候 你要注重的是理论框架和决策层次 这个是最关键的 当你往后学 我们下面马上会讲第九章 九十十一十二 你就会感受到 说这些理论在实物中是如何运用的 那后续的题目 也会比这一章理论性的考题要更灵活 这一节我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来做脉络梳理 这一节我们介绍的是实质性程序 对于实质性程序 我们要掌握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那首先是含义 对于含义 其实主要包括的是 细节测试加实质性分析 细节测试当中可以用的程序 比如询问观察检查 重新计算含证 而分析程序 我们在第三章给大家也介绍过 它是可以用在实质性程序当中的 那此外 一般要求是什么 针对所有的重大认定 注册会计师都应当实施 实质性程序 但在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特别风险 它的那个方案有几种 大家注意有两种 第一种你说 我做控制测试加实质性程序 那这里面 实质性程序无论是分析 还是细节测试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那都可以 但是第二种 如果我只执行实质性程序 那只做分析就不够 必须要包括细节测试 也就说这两种方案 要不然细节测试 要不然细节测试加实质性分析 这个要搞清楚 再者特别风险总结了一个大表 那张脉络图认真去看 它综合了第七章和本章的相关知识 这是含义 接着我们介绍的是性质 在性质这个部分 大家要注意一下 细节测试和分析程序 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以及结合第三章 你要去了解 实质性分析程序它有适用性 在好用适用的时候就去使用 但是你绝对不能说 说细节测试就比实质性分析 更能应对认定层次的重大错保风险 不是 各有所长 此外在讲性质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重点要掌握的是 细节测试的方向 这个是绝对的重点 对于顺查也好 还是逆查也好 一定要搞清楚 它们所针对的到底是完整性 还是存在和发生 这些基本的思路大家要搞清楚 此外呢 在做细节测试方向的题目的时候 要注意体验 起点啊 追查呀 抽取啊 这些词 一旦出现 你要敏锐的去想 是不是题目在考察我细节测试的方向呢 接下来 时间 时间的问题 你重点掌握两个层次 那第一个 就是以前的证据能不能用 第二个 是其中的证据能不能用 以前呢 我们说过 一般来说 只有很弱的证据效率 如果你想要用 你必须要执行程序 确定它 以往的证据 与本期持续相关 而如果是其中的证据 我们说过 你要考虑 比如你在期中 6月30号 那从期中 到期末这段剩余期间 我们可以选择的方案 有两种 那这两种方案 一种是 实质性程序 一种是 实质性程序 加控制测试 这两种方案 可以选择 但你要想想 如果是特别风险的话 应当是在期末 或者是接近期末 去实施 实质性程序 所以在这儿 还有个时间安排的问题 最后 有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范围这个部分呢 你要注意两个考虑因素 那一个 是风险的问题 另外一个 是控制测试的结果 那这里给大家强调的就是 控制测试过有效 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可以适当的减少 所以针对实质性程序 我们这一讲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随着这个东西介绍完毕呢 我们的第八章 所有的理论知识 我也给大家全部介绍完了 这一章学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 比较繁琐细碎的地方的 因为内容比较多 但是好在框架性比较明显 所以好多脉络图 你认真去看 然后要培养这种 看图说话的能力 我现在因为上课的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说呢 我看到一幅图 尤其自己画的 印象非常深刻 我躺在床上 我做梦的时候 这个图可能都能出现在我脑海里 为什么 因为你说给别人一遍 和你自己 说我眼睛睛的 就来回来回来 瞪着他看好几遍 效果真的还不一样 所以我特别强调说 大家你自己把这个图画出来 就像我给你讲一样 你呢讲给自己 或者讲给家人 尝试着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 能把这些词连点呈现 串联成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这样说着说着呢 语感有了 然后你就知道 考试当中写什么关键词 写哪些词能够得分 所以这样是一种 需要培养的能力 而不是说 大家每天就是靠着 不断的刷题 然后呢 不断的用眼睛去看 你没有真正弄过笔 没有真正的出声朗诵过 也没有自己总结过一些方法 没有自己尝试表述过 那这样的话 肯定是 你在进行书写这个方面 会相对欠缺一些 所以这个呢 也是很多同学在网上问我说 我写这个简答题 我感觉我自己呢 心中明了 但直下难明 我心里什么都清楚 让我写 我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那这样不行的 一定要去培养 尝试着去培养 刚开始肯定会比较痛苦的 你说这个不说人话 或者说你说了半天 说平时都不会说正常的话了 说的全是审计 只会慢慢绕绕的话 但是随着你熟悉这套语言体系 逻辑体系之后呢 你慢慢的就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再去学习和记忆的时候 你的感觉会越来越熟 而会清澈熟路 好 讲到这里 第八章 我就给大家全部介绍完了 我来说一说这一章的复习计划 那在第一轮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再去阅读本章讲义 真的一定要读 因为这一章的东西碎 你不读 你学完这一节 可能前面都忘了 所以要重复 重复 再重复 熟练 熟练 再熟练 这是学审计 特别重要的几个字 然后呢 强化专题班 会有一定的延迟 因为我会收集大家的经典答疑 然后 会在后续时间给大家传上来 然后大家要去听一听 在这个强化专题班当中 这一讲 哪里大家容易出错 如果大家是第二轮复习 那本章的基础班讲义当中的真题 和模拟题 值得大家再做一遍 考点覆盖率已经很高了 此外呢 对于控制测试的时间 和实质性程序的相关内容 大家再做一下强化和记忆 尤其这个时间这个部分是难点 那个图呢 也比较大 比较多 此外呢 这一章 有些知识点前后贯通的 比如说特别风险 我专门给你总结过 你自己也尝试着总结一下 与特别风险的 控制测试怎么做 实质性程序有什么样的要求 以及了解内控的时候 第七章是怎么学的 所以这样慢慢的 不断的总结积累 你越往后学 可能会越轻松 审计是这样的 大家慢慢的去学 终究会见到那个山洞口的内照曙光 然后你当时见到那个曙光 就会豁然开朗 所以坚持 大家继续加油 这一讲结束之后呢 第八章就结束了 下讲开始 我们讲第九章 各位同学 大家继续努力 本讲到此结束 再见 再见